《飯灘的廣告》 《飯灘的廣告》 我們剛剛看完《飯灘的廣告》 Jes,有什麼即場的評語? 剛剛看完感覺有點微妙 怪不知得《爛灘劇》那邊新鮮度得7% 有些原因 頭一個小時 基本上可以當成荔枝的劇情片 每個五分鐘 就是五分鐘 一百五分鐘為什麼整場戲? 整場戲有一百分 我給他一百分鐘 中觀整片,你覺得值多少分? 一分 好,一分,我們繼續後抱其他評語 大家都聽到了,主角列特 所以我覺得人可以像物質一樣 有一點傳去一點 個個都笑他,唯獨他的朋友 阿斌對他不離不起 當然了,在Years After 經過重複反覆的測試 製成品終於成功了 你不要問我過了多少年 因為這部戲都是不斷地寫Years After 去到一個未知的星球 探索能量的來源 在探索的過程中 其中一位同伴Victor 又出了意外,留在星球裡 當大家醒了呢 就個個都變成一個實驗室 裡面的實驗品 被人嚴格監控著 作為一套美國電影 見到勁野,當然想招 石頭人The Frame 首先給清招 接下來呢,大家應該看到不少的打鬥場面 但不要開心,特別是這個 你以為很多城市畫面 其實呢,就真的沒什麼 而打鬥場面,沒錯 大家已經看到七七八八的了 先開始說了,有80分鐘 這部片是例子片 主角將他兒時的夢想發展為現實 這個10分裡面 我會給2分,1分是給貓好 這麼大膽,拿自己公司的名義出來 就是,薄的鋪 另外1分呢 就是,覺得這個故事的 要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得很清楚 他二時的夢想 交代得很清楚 家庭背景也很清楚 還有,他跟The Frame 就是石頭人阿斌 好朋友,有清楚 也挺清楚 如果大家真的想看Fantastic 4 我建議看Sky Alba 就是05年的Fantastic 4 有美女,俊男 有Human Torch 就是Captain America 大家進入戲院看,大家會選的 多謝大家收看 今集Fantastic 4的不劇透影評 下集見,拜拜